贺家太子爷喜欢上了一个贫困生 他话语间不屑讥讽 你不是我的对手 无论是人还是事 我抬手将一枚黑棋扔进了垃圾桶里 温柔浅笑 这盘棋你出局了 灵妖 父母破产后将我送到了好友孟家 便相约自杀 我一夜之间成为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夏若思成了孟锦 养父养母没有孩子 但我如同亲生搬用心 我也是备受宠爱中长大的 十岁那年在一次宴会上 看到了被众星捧月的贺家夫妇和贺臣 我要嫁入贺家 成为贺家的主人 自此 我严格要求自己的礼仪是否优雅 成绩是否名列前茅 处事待人是否妥贴 甚至微笑的弧度都要是最完美的 慢慢的 我的名字传遍了京市 成为了贵妇嘴里别人家的孩子 甚至贺家也注意到了我 贺夫人语焉不详地提起我的婚事 养母按照我的交代 只说我还小不考虑这些事情 但私下里却疑惑地问道 紧紧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回忆起当年宴会少爷不屑臭屁的眼神 轻轻勾起嘴角 孟仪 我要的不仅是贺夫人的满意 更要贺臣的心 先不说 孟家和贺家的地位差距 贺夫人大概也只是随便一说 我着急奉承 反而显得急功近利 最关键的是 贺夫人是子如命 她再喜欢 贺臣不愿意 也是浪费时间 我从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02 高考结束 我放弃了清大 而是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 到考了全国排名第三的清藤大学 因为贺臣 她一向成绩并不好 贺家花了大价钱 才把她塞进了清藤 养父一向疼爱我 从来都是遵从我的决定 可这一次却是坚决的反对 甚至没收了我的手机 将我关进房间里 直到我把自己饿晕了过去 再次睁开眼 她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终是松了口 只是心疼地看着我 轻声叹息 紧紧 忘掉过去吧 过好现在的生活 我握住养父的手 眼神却异常坚定 可我忘不掉 忘不掉他们逼迫我的父亲 更忘不掉他们让我成为了孤儿 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 03 我第一次见到贺臣时 已经距离清藤正式开学半个月了 我走到自己的位子 旁边便是贺臣 我露出练习了十多年的完美笑容 很高兴认识你 她不屑地打亮我一番 即笑道 丑女人滚远点 她身边的男生们都捧场式地大笑了起来 而她却看着我 眼神轻飘 期待着我的反应 是愤怒离开 还是难堪落泪 我沉默了片刻 却突然灿然一笑 丑吗 我还认为自己很美呢 贺臣一愣 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 我歪了歪头望着她 眼神成亮带着几分无辜 道 不过 的确没有你长得好看 她瞥了我一眼 接着便去散了身边的男生 虽然什么都没说 我却知道 她心情大概不错 毕竟很难有人被夸张得好看 依旧可以无动于衷的 特别是小时候就臭屁的贺臣 我坐到她的身边 转头问道 有你这样好看的人当我的同桌 是我的荣幸 我叫孟锦 你呢 她转了转手上的笔 施舍般的哼了一声 贺臣 话音落下 窗外突然走过一个活蹦万跳的女孩 她猛地站了起来 跑了出去 零四 我看着她的背影 眼睛微微眯起 我从尽孝的第一天 才知道了贺臣和夏欣的故事 夏欣 特招生 家庭贫困 靠着成绩考入了青铜 一个豪门公子 一个灰姑娘 顺利发展下去 就是豪门公子爱上灰姑娘 突破困难 获得真爱的爱情故事 现在看来 短短半个月 夏欣已经获得了贺臣的注意 只可惜 我来了 他们故事也只能发展到这里了 接下来该是我的故事了 我并未着急出手 而是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凭借着优异成绩 我参加了学生会主席的选拔 夏欣 也是其中之一的竞争者 在准备竞选材料的时候 时常会听到一些两人的事情 吵架了 和好了 冷战了 和好了 灰姑娘和王子的爱情 总是充满了曲折 林武 你说 我真的是个只会靠家里的废物吗 贺臣转动着钢笔 突然问起 我停下动作 看了过去 淡淡道 你的确靠了家里 他神色愤愤 有些难以接受我的评价 我看着他 反问道 只靠你的成绩 可以考进青藤吗 文言 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 表情有些沉痛 我停顿了片刻 突然笑了 但是 你可不是废物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我略显崇拜地眨眨眼睛 道 贺少从年少起 获得的围棋奖项 都能把我压得起不来了 贺臣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又震惊又惊喜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下围棋 人人都认为 贺臣是花钱进的青藤 可我却知道 他是靠围棋竞赛 第一名特招进来的 很久之前 贺夫人无意间说起 贺臣的爱好 我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甚至我自己也跟着 学习了很长时间 只为了此时此刻 引起他的注意 我有幸成为过你的对手 被你杀得片甲不留 到现在都不敢再碰围棋了 我有些怨念地说道 这世上 没有比少女的崇拜更真诚 更容易打动人 所以我不出意外地 得到了贺臣的承诺 没关系的 我可以教你 那我们一言为定咯 我惊喜地笑了起来 阳光洒在我的脸上 宛若绽放正盛的桃花 美丽却不妖娆 灿烂却不刺眼 于是我成功捕捉到了 贺臣眼眸中的经验 不枉费我多年来的辛苦练习 06 那日之后 我和贺臣便经常一起下围棋 他的所有耐心 都放在了围棋上 说起围棋时 眼睛都在发光 他是真的喜欢围棋 而我时常表现出的围棋天赋 也让他对我的态度逐渐温和 与此同时 学校里便流传起了 我和贺臣的绯闻 甚至学校的论坛中 有人光明正大的讽刺 我是小三 插足贺臣和下心的感情 我受留言影响 郁郁寡欢 也减少了和贺臣的相处 贺臣却在一次下课时 拦住了我 小声的说道 我和他没有交往 我看了他一眼 什么都没说 便离开了 贺臣素来乖张 如果真的对下心无意 只怕早就宣扬起来 这般小声解释 反而更印证了另一件事 在他心里 下心的地位比我高 而我在竞选会上 第一次见到了下心 他的容貌的确出色 话语间却锋芒毕露 你不是我的对手 无论是人还是事 人是指贺臣 事则是此次竞选 说罢便扬长而去 这是宣战 亦或是挑衅 可次日 贺臣正式向下心 提出了追求 可下心却以学习 为理由拒绝了 不过 这也足以让我 成为学院的笑话 一个倒贴贺臣的见惑 那段时间 无论是在教室 在图书馆 甚至我走在路上 都会被人阴阳怪气几句 最后以心理问题为由 我被养父接回家 暂时休息 坐在车上 养父问我说 这也在你的计划之内吗 我并未解释 而是笑着说道 孟叔 赶你出场了 孟家要为养母 儿子难搞又傲娇 大家自然不会介意 可这次 贺臣却主动前来 他在荷花池旁找到了我 脸上一洗 孟景 我 可话音却在我冷漠的表情下消失 我语气冷淡 贺同学 称呼更加冷淡 他微微一愣 显然不习惯我这个态度 但还是继续道 孟景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我歪了歪头 露出了和第一次 见面一样的笑容 无辜又成亮 不知道 可能心情好了就会回去 接着便放下了棋子 转身离开 走到拐角 我转头看去 发现贺臣正目光 正正的看着桌子上的棋盘 我冷笑了一声 是要好好看看 毕竟那可是我们 共同研究过许久的对局 次日 我收到了一份礼物 贺臣送了一本书 围棋大典 他最喜欢的书 打开 里面加这一张字条 我会让你心情好的 08 第二天 我就知道了贺臣做了什么 贺臣找到了最开始造谣的人 发了律师函 那人竟然是夏欣的室友 他没想到贺臣会如此简单粗暴 惊慌之下 他找上了夏欣 让夏欣帮他说话 最后 此事在他公开道歉后 告一段落 学校的风言风语也逐渐消敏 我也收到了贺臣的微信 解决了 你来吗 我没有回复 而是聊起了其他的 小猫小狗 甚至是一张天气很好的照片 我们在网络上互相分享生活 好像变得更加亲切 等我再回到学校时 学生会主席的竞选 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也再次见到了夏欣 竞选大会上 只有我和他走到了最后 主席台上 他正期待地等待着结果 那他会给谁投票呢 见我看他 他眼神闪烁 有些逃避 我微微一笑 并不意外他投票给了夏欣 年轻人的爱而不得 总是狂热赤沉的 当然也是短暂的 贺臣投下心 话音落下 学生席发出一阵喧哗 有些女生更是两眼发亮 仿佛磕到了CP 我面色苍白 眼神灰暗地注视着贺臣 仿佛在无声地落泪 你说让我开心的 你让我失望了 他脸色一慌 低下头去 不敢面对我 夏欣见到我和贺臣的互动 用饥不可闻的声音说道 我说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如今是自取其辱 自取其辱 我压抑地看了一眼夏欣 见他得意 我突然灿然一笑 胜负未分 自取其辱是你 而和我声音同步响起 则是主席台的麦克风 一年一度的学生会主席竞选 获胜者是 梦瑾 我扬起优雅得体的微笑 和夏欣擦肩过时 我低声道 你 输了 09 我之所以晚半个月入校 并不是为了养病 而是在我入校前一天 听说了贺臣和夏欣的事 贺臣向来飞扬跋扈 却对一个数次冒犯自己的人如此忍耐 背后不可能没有原因 所以我派人去调查 调查需要时间 我也不愿没有充足准备便登场 所以请了假 而调查结果也不出我的意料 贺臣年少时参加过乡村夏令营 去的地方就是夏欣的家乡 两人朝夕相处的两个月 感情很好 贺臣越长大 越被规矩和秩序束缚 所以我按那不出 等待着两人相认相识相处 然后在贺臣逐渐动心时 闪亮登场 一个比夏欣更加了解他的喜好 更加契合他三观 更加美丽的我 而且最关键的是 比起夏欣 我和贺臣的身份更加匹配 而且夏欣真的对贺臣毫不动心吗 一个英俊多金的男人 对他屡线殷勤 他就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如果无意 何必像现在一样牵扯不清 礼物照收 时不时的送奶茶送早餐 真的是为了所谓的儿时友谊 还是为了吊着贺臣的心 享受众人羡慕的眼神呢 事实上 无论是奶一样 我都不在意 就像这一次 凭空出现的流言蜚语 好似就能毁掉我的形象 让我失去主席的位置 夏欣永远不懂 吊着一个受尽欢迎的男人 收益大风险更大 不是每个人都能祝福王子爱上灰姑娘的 更何况 无论是成绩还是荣誉 我都远远超过夏欣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次竞选 不 这盘棋局 我一开始就赢了 时 我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整理安排 不过好在 我早就练习过无数遍 接任时没有出现乱子 让原本静观其变的学生会成员 逐渐信服于我 而夏欣原本被安排为副主席 但是他却主动加入了文艺部 成为了文艺部部长 我并没有反对 只是好奇 他怎么会想成为文艺部部长 要知道文艺部门的成员不是能歌善舞 就是钢琴小提琴获奖无数 可他却没有任何才艺 正想着 我突厥手被一凉 抬头看去 正好对上贺诚略显怨念的小眼神 你最近都忙得没空下棋了 我不慌不忙地落下白子 浅笑道 你应该也不缺我这个对手 毕竟追人要紧 文艺 他的神色灰色了一瞬 声音很轻 他已经拒绝我两次了 对 就在昨天 贺诚再次表白 夏欣依旧以学习为主 拒绝了他 当时我正在楼上 捕捉到了贺诚低落却纷纷的眼神 仿佛被戏弄抛弃的哈巴狗 他说道 我不懂 为什么他看起来明明对我有好感 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我 欲擒故纵啊 乖乖 这都看不明白 看着他的狗狗眼 我突然疑惑 贺夫人和贺先生 都是数一数二的精明人 怎么养出来一个如此单纯的儿子 我拈起刚才的棋子 悄悄地放回了棋盒 才说道 或许 他真的想学习 毕竟我们还是学生 都无法给对方一个未来 可能吧 不过 贺诚眼中的失落退去 紧紧盯着我 道 梦锦 放回去 别想耍赖 看不清人 棋子倒是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放在哪 我就真的输了 我抿了鸣嘴 静静地注视着他 他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 好吧好吧 让你一次 贺少真是大好人 我灿然一笑 然后捕捉到了贺诚红透的耳锤 十一 青藤大学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文艺演出 也会邀请各界人士前来参与 看着舞台上 凭借着一首钢琴曲大放异彩的下心 我终于明白了 他为什么成为文艺部部长 这次演出 无论是不仅装饰 礼服打扮 他都是最出色 最完美的 而这 也是不长的特权 而最后 贺诚上台为他献上了鲜花 更是让气氛达到了最高点 他羞红了脸 而他一是满眼惊艳 他从来都不知道 下心钢琴竟然如此出色 事实上 连我都不知道 一个家庭贫困到上不起学的孩子 怎么会学习如此高昂的乐器 其中耐人寻味 我静静地注视着两人离场 下台阶时 贺诚绅士地搀扶着下心 路过我时 哪怕我的视线 并不在他的身上 贺诚却下意识地松开了绅士手 下心脸色微僵 梦锦 他换我的名字 我抬头看他 他见我依旧是医生的校服 疑惑地问道 今天你不是要表演小提琴吗 怎么没换衣服 他无意间见到我发红的手指 我便解释了原因 之后便很多次见到 我在办公室练习 很是辛苦 如今见我没有上台的打算 自然疑惑 可话一说出口 就好像我与贺诚有很多秘密一样 足以让下心心里难受 而我要的也是这个效果 我微微一笑 解释道 取消了 学校安排下同学招待参观的客人 但他既然有演出 我就接手了 他看了一眼下心 依旧愤愤不平地皱眉 那你不是白白练习了 我目光落在了下心的身上 笑意见浓 没关系 这是主席的责任 下心脸色更加僵硬 咬牙说道 主席真是辛苦 贺诚却没注意到心上人的态度 冷笑了一声 不争气地看着我 你们都有表演 让其他人招待又不是不行 还不是看你好欺负 在我的脸哄带片下 贺诚才算消了气 不然我甚至觉得 他会冲上去和董事们理论 那可就不好了 毕竟 这机会可是我自己不要的 下心想要出彩 那就好好的 大方一彩吧 十二 星期六时 孟夫人邀请各位夫人来家里下午茶 其中便有贺夫人 贺夫人昨天受邀参加了前几日的演出 一边喝茶一边问道 紧紧 前几天怎么没有你的节目 我微微一笑道 阿姨可不要笑话我了 我小提琴哪里比得上夏同学的钢琴精彩 上去了又要闹笑话了 话音刚落 孟夫人却不满意了 道 紧紧 你小提琴可是获得了国际大奖 怎么会这么想 难道夏同学那么优秀吗 我还没等开口 贺夫人却脸色一变 放下了茶杯 冷声道 什么优秀 一副狐媚样子 学了几日钢琴 偏偏外行也就算了 还敢拿出来显白 丢人现眼的玩意 哪里比得上紧紧 贺夫人一向端庄大方 很少有如此吉言利涩的时候 可见对夏新是极其不满 众人打听了才知道前因后果 贺夫人是青藤最大的股东 前几日有一位钢琴大师 被他请过来参观青藤 为的是聘请他来青藤做教授 好吸引一些艺术类人才 可是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却直接被钢琴取气走了 晚上给贺夫人发信息 抨击贺夫人欺骗了他 青藤根本没有艺术人才 全都是哗众取宠的人 贺夫人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直接将夏新调查了一个底朝天 夏新和贺臣纠缠的事 贺夫人自然也知道了 他儿子看不懂夏新 贺夫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但他从不会和自己的宝贝儿子置起 就把所有气撒在了夏新的身上 第二天就撤了夏新的文艺部部长 夏新想抗议 可是他知道撤他职的是贺夫人后 就没了后续 比起理由 他更想的是不惹怒贺夫人 毕竟贺臣在喜欢他 没有贺夫人点头 他于是嫁不进贺家的 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就跟我一样 如果我们要的不是同一样东西 或许可以成为之矣 可惜没有如果 孟夫人为了缓和气氛 便提议道 紧紧 要不你把你准备的节目 给阿姨们展示展示 贺夫人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事态 期待的地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好 上楼路过窗户的时候 我看到了刚下车的贺臣 他脸色并不好 看起来像是要兴师问罪 我微微一笑 来得正是时候 13 贺臣挂断电话 脸色不善 昨天 夏新说他被贺夫人撤了不长的位置 想拜托贺臣问问原因 可是他昨天不过起了一个话筒 贺夫人却早有准备 将理由说得一清二楚 夏新推卸职务 并且接着职务之便 打压其他人 将所有资源用在自己身上 还警告贺臣不让再和夏新有接触 如果说前面的话 贺臣还能接受 但是最后却点燃了他的怒火 最后他和贺夫人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今天一早又收到夏新的电话 语气哀伤 说自己认命了 认命 什么是命 他心底藏着火 想要再和贺夫人理论 却得知他来梦家参加下午茶 自己如此气愤 贺夫人却不当一回事 贺臣心里不免牵弄梦境 可是心里的火 却在踏进大厅的那一刻 凭空消失 一个少女站高阶上 一袭青绿色抹胸长裙 衬得肌肤白嫩似血 眼睛微闭 手持一把古铜色小提琴 一动一盒 美妙的音符在房间环绕 优雅 知性 美丽 灵气 宛若林间精灵 扇动透明的翅膀 遨游在无边的绿色丛林 一曲谈霸 他优雅鞠躬 贺夫人一脸可惜 紧紧 前几天如果是你登台 史蒂芬怎么会气愤离场 你不上 反而上了个不伦不类的玩意 真是暴殿天物 我低头轻笑 仿佛有些羞怯 眼神却不经意地撇向了门口 贺臣进步两难地站在门口 停顿了三秒 终究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在场的夫人们除了贺夫人 没有人见过下心的钢琴曲 所以无法真实比较 贺臣确实真实感受过的 他知道谁更加出色 谁没有上台更加可惜 十四 最终史蒂芬还是被聘请 为了音乐教授 因为贺夫人将我弹奏 小提琴的视频 发送给了史蒂芬 第二天便得到了史蒂芬的回信 为此 贺夫人还带着高昂的礼物 来感谢我 我却笑着拒绝了 我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能为学院尽一份力 是我的责任 好孩子 谁家能娶了你 真是福气了 贺夫人欣慰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羞红了脸 低下头去 假装没有看到 贺夫人眼眸中的审视 学院为了欢迎史蒂芬的到来 特意举办了一次音乐会 邀请全体师生参与这次活动 下心参与其中 想要驳回一次面子 他特意准备了钢琴曲 效果不错 贺臣却看向身旁的我 轻声问道 这次你还不参加吗 我微微一笑 自然参加 我脱掉外面的黑外套 露出一身浅粉色拖地长裙 随着我迈上舞台 一瞬间便吸引了全体注意力 灯光暗了的一瞬间 我看到了贺臣闪闪发光的狗狗眼 以及 下心隐隐扭曲的眼神 而最后 贺臣在贺夫人的要求下 为我上台献花 演出很精彩 我略有些羞怯地眨眨眼睛 接过了鲜花 谢谢 下台时 路过下心 见他脸色难看到几点 我扬长而去 他如今才后知后觉 贺臣的目光已经慢慢被我吸引 而且 贺夫人更喜欢我 我说了 这场游戏 早在我参与的那一刻 胜负一分 十五 音乐会结束后 贺臣却在后台拦住了我 他神色有些犹豫 却还是沉声问道 孟锦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挑眉 似乎有些惊讶 他见我神色坦然 眉头微微皱起 说道 我就是觉得 你和小新每次都想争个高低 难道是我误会了 孟锦 小心 真是差别待遇 你没有误会 见他讶异 我轻勾嘴角 继续道 我的确喜欢你 他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 为 为什么 我浅笑道 我很早就喜欢你了 第一次遇见你时 是在围棋大赛上 我被你打败 我气哭了 周围的人都在安慰我 可你却笑话 我爱哭鬼说不起 从那以后 我就想超过你 然后也笑话你 我研究你的比赛 一遍遍看你的回放 但是我发现 你围棋天才的荣誉下 也是日夜的练习和辛苦 你能赢 是因为你超过旁人 对围棋的喜爱 听到这 赫尘放下了警惕 神色有些动容 我注视着他 眼眸闪着光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但是我知道后 好像已经晚了 你喜欢上了下同学 他也很优秀 而且比我更加自由 实话说 我很羡慕他 他一愣 问道羡慕他什么 我眼神一暗 十分失落地说 羡慕他 能得到你的喜欢 我却得不到 我要好好想一想 他听完 说了一句话 便慌不择路地逃走了 仿佛害怕 被我如此真诚炙热地 喜欢灼伤 见他走远 我抬手擦掉眼眶的泪花 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去 十六 此后一个月 我都很少见到贺尘 直到贺夫人的生日宴会 在场的很多年轻男女 大多都来自青藤学院 贺夫人身穿滑服 端着高脚杯 姿态优雅 笑道 今年我儿子刚刚入学 可能有不懂事的地方 还希望各位同学多多包含 他如此谦虚低调 自然不会有人跳出来 打他的脸 我站在一旁 面容含笑地 看着旁人吹捧贺夫人 他朝着我和贺尘招了招手 紧紧 尘儿 过来 我走到了贺夫人的左手旁 贺尘则在右手旁 贺夫人笑着看着我 说道 尘儿不懂事 还要你好好看着管着 我才放心 这句话 仿佛变相表明了 自己对我的友好 底下都是人静 自然能听出来 贺夫人的弦外之音 下心的存在 瞬间变得尴尬 按理说 今天宴会下心 并不应该在场 但是却被贺尘带了进来 他虽然拒绝了贺尘 却想站住贺尘身旁的位子 宣示自己的主权 但是 他的手段在场的人 谁又看不透呢 最起码 贺夫人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 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所以借我来排挤下心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微微一笑 贺阿姨 你放心 而且贺尘在学校表现很好 贺夫人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继续说道 阿姨要拜托你 可不要让他被人轻易骗了去 此话一出 仿佛在明说下心是个骗子 下心的脸色发青 气得攥紧了拳头 贺尘见他难堪 不满地皱起眉头 妈 你在说什么 可是话没说完 就被贺夫轻声制止 辰儿 不要惹你妈妈生气 贺尘见父亲脸色严肃 抿了抿嘴 垂下了头 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等到宴会结束 下心早就离开了 贺尘脸色郁郁地坐在沙发上 而我也被留了下来 我感受到母子两人间僵硬的气氛 开口道 阿姨 我觉得爱情里没有骗子 只有情深情浅 两人同时看着我 贺夫人微微不悦 贺尘则是惊异 我笑道 贺尘和下心待在一起 开心的话 我也开心 没有任何一个母亲 会讨厌一个 真心喜欢自己儿子的女孩 那只能说明 自己儿子的优秀 特别还是一个 出色女孩的喜欢 更何况 我看起来那么傻 好像甘愿为了贺尘付出一切 十七 贺夫人神色柔软了下来 叹道 傻孩子 贺尘看着我 眼神动容 完全没想到 我会帮他说话 等离开时 我们走在路上 他突然问道 你真的不介意我和下心吗 介意 我还嫉妒呢 我停下脚步 气鼓鼓地瞪着他 他疑惑了 那你 为什么帮他和下心说话 可你喜欢啊 我柔软地笑了笑 声音很轻 看着你们在一起 说不定我会慢慢放下 不喜欢你了 他一愣 不喜欢我 他脸色有些难看 我假装没有看到 等到走到门口 他挡在我的面前 眼神发亮 孟景 如果我想和你在一起 你会答应吗 我惊喜地看着他 可是转念却想起了什么 脸色冷了下来 你在可怜我 贺尘微愣 我冷哼了一声 贺尘 你太小看我了 我梦景 不需要可怜 说霸着 头也不回地坐上了车 贺尘才反应过来 追了上来 不是 他趴在窗前 喊我的名字 梦景 我看着他 微微打开了窗户 声音冷冰冰地 撂下了一句话 我希望你想清楚 再来找我 不然我们就不要见了 18 回到学校 我对待贺尘的态度 肉眼可见地冷淡了下来 我申请调换了位子 不再和他同桌 贺尘私下离 再三来学生会找我 我推脱忙碌 并不去见他 即使在路上偶尔碰面 我也假装没看到 直接无视 我当然知道 他并不是可怜我 贺尘并不是这样的 暂时观音 他更有可能是头脑一热 所以我要让他这段时间 好好看个清楚 对于我和夏新的感情 他越是急迫地 想要和我解释清楚 我越是不见他 人 不能太贪心 总要有舍有得 而且 我只要忍住了 便有人忍不住 19 贺尘一天到晚地跑到 学会生找我的消息 传遍学校需要半个小时 比起我的冷静 夏新显然坐不住了 他约我在学校的咖啡馆见面 一见面 他便直接了当地问道 孟主席 你知道贺尘和我表白了吗 还是两次 我点头 我知道 夏新眼神带着思怀念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我和贺尘很小的时候 在夏令营认识 自那之后 多年没有联系 我真没想到 还能在这里见到他 这是我和贺尘的缘分 连老天都在帮我们 孟锦 你应该会祝福我们的吧 文言 我的神色暗淡 双手微微发颤 仿佛被戳中了伤心处 整理好情绪才轻声道 我当然会祝福你们 夏新笑意更深 我就知道 孟主席善解人意 肯定不会插足别人的感情 做小三 我抬头看他眉眼中的得意 突然发问 你不是拒绝贺尘了吗 他一愣 随即伤感地解释道 我没拒绝 我只是不想 现在确定关系 站在他的身边 看似为难 却是炫耀贺尘对他的爱 文言 我垂下头 仿佛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夏新见我如此 目的便已经达到 假意地安慰了我两句 便扬长而去 完全没注意角落里的监控 以及玻璃窗外 众人好奇的眼神 二时 到了下午 夏新和我见面后得意离开 留下我一人默默垂泪的视频 便被发到了学校论坛上 人人都在讨论其中的内情 我已经请假回家休息 理由 心理疾病复发 贺尘在第一时间找上门来 养母却把他拒之门外 冷冰冰地说道 贺少既然有了女朋友 就不要再来找我们家锦锦 不然你女朋友误会了 再来找锦锦胡说一通 是想逼死他吗 贺尘听得一脸懵 养母继续骂道 你们贺家再厉害 锦锦也不是你们随便糟蹋的 我们锦锦身体本来就差 这次更是要了半条命 说着 泪就落了下来 贺尘更加急迫地想见我 妈妈 怎么了 我穿着睡衣 脸色苍白 一副被惊醒的模样 孟夫人赶紧擦掉眼泪 就要让管家把人赶出去 贺尘却大步走到了我面前 急切地说道 孟锦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眼神带着一丝关心 轻声道 你到底怎么了 我已经知道你和夏欣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了 我会祝福你们的 你 我眼眸中蓄满了眼泪 说话间一滴一滴落下 声音沙哑 贺少 以后还是别做让人误会事情了 这个还给你 我便把手上的书放在了他的手上 不小心触碰到他滚烫的手心 触电般的缩回手 头也不会低上了咯 正是贺尘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 围棋大点 贺尘着急换道 孟锦 想跟上去 却被孟家的管家直接拦住了 只能离开了孟家 我站在二楼 静静地看着别墅外 贺尘低着头 打开了第一页 一张字条赫然出现 字迹清晰 我会让你开心的 我再也不会信你了 21 自那日后 贺尘便天天来找我 没有落下一天 我有时不见 偶尔见一面 态度也很熟理 他想跟我道歉 为夏新 很显然他已经知道了 夏新当日说的话 有多么得意刺耳 这和他印象中 那个天真开朗的女孩 判若两人 但是他依旧选择了夏新 我不意外 如果他的喜欢 这么轻易就改变 那我也不用这么用心思了 但是不代表 我可以接受他的道歉 他一旦开口 我便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转头离开 一周不再见他 他自然不敢再提 我今日穿着月白色长裙 气色红润 坐在沙发上看着书 贺尘小心地摆弄着棋盘 抬头问道 紧紧 你什么时候回去笑啊 我看了他一眼 养母便开口回道 紧紧不去了 我们打算送他去国外 贺尘脸色一变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去国外 不回来了吗 养母冷笑下了一声 最好还是别回来了 乌烟瘴气的 省得紧紧伤心 这话一出 贺尘的脸色有些难看 看向了我 又问道 紧紧 你也这么想吗 我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他声道 紧紧 他不舍得你 我知道 但是不舍得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真心 我即将出国这件事 便是一根导火索 加快了贺尘下决定的时间 他没有时间犹豫了 22 一周后 我去了一趟学校 申请了休学 消息已经传开 和我交好的人 都不舍得和我离别 我去了主席办公室 收拾着东西 一个人推门而入 抬头一看 是下心 他笑眯眯地说道 梦瑾 听说你要去国外定居了 我本来想着 我和贺尘结婚那天 还要邀请你去参加呢 得意极了 仿佛一只炫耀羽毛的孔雀 我不会去的 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道 我不想祝福你们 他没想到 我会这么直接 一下子愣住了 我慢慢逼近他 继续说道 你仗着他喜欢你 享受旁人对你的羡慕 对他若隐若离 吊着他的心 你一直都在戏弄他 也不是真的喜欢他 他眼睛微微眯起 观察到周围没有监控和其他人 也不再隐藏 冷笑连连 那又如何 就算如此 他还是喜欢我 不喜欢你 你再优秀也没用 这就是你的命 我紧紧攥紧拳头 眼眶红得低血 最终却苦笑了一声 声音哽咽 可能 我本来就不讨人喜欢吧 话音刚落 贺尘脸色不善地推门而入 冷声道 什么不讨人喜欢 我低下头去 眼泪一滴滴地落在桌子上 身体因为隐忍微微发抖 到底怎么回事 紧紧 你哭什么 贺尘脸色更加难看 眼神如刀斑落在了夏新身上 夏新没想到 贺尘竟然会维护我 抢笑着解释道 没什么 我在和主席送别呢 他不舍得我们 不忍心离开 贺尘却依旧怀疑地看着夏新 上次咖啡馆的事情 虽然没有让贺尘不再喜欢夏新 却也让贺尘对夏新的信任大打折扣 他问道 紧紧 真的吗 夏新委屈地皱起眉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贺尘 贺尘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会骗你吗 贺尘看看他 又看看我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但是却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身边 这其实已经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了 只需要我在天上一把火 贺尘对夏新的信任便会彻底分崩离析 假的 我眼泪汪汪地说道 贺尘 他让我去参加你们的婚礼 祝福你们 我可以去吗 眼泪 是女人的武器 但是要恰到好处 我看着贺尘怒气冲冲地拉着夏新离开 却依旧笑着让我慢慢来的时候 我就清楚地知道 夏新彻底输了 23 夏新一直都不聪明 他占尽了先机 明明可以顺势答应了贺尘的告白 在相处中宣示自己的主权 通过贺尘让贺夫人同意他的存在 却非要欲擒故纵 试图拿捏他 即使没有我的出现 贺夫人也不会容忍他的存在 更何况 有我这个更优选择 贺尘被贺夫人养得太好了 所以他不懂女人的手段 但是他并不是没有见识过 他喜欢你的时候 自然可以假装看不到 但是一旦不喜欢 夏新的手段就再清楚不过了 夏新一直维护得天真烂漫 自由自在的人设 彻底败在了自己的惊恐慌乱之中 贺尘和他彻底结束 也顺理成章了 而我在出国的前一天 被贺尘拦了下来 他什么都没说 我也什么都没说 但是我们都明白 接下来该是我们的故事了 我和贺尘时常在一起 仿佛连体婴儿 大家都默认 我们就是在热恋中 只怕整个学校 也只有夏新依旧沉浸在过去 才会有胆子找上门来 他清秀的面容 猙獰可怕 梦瑾 你到底给贺尘说了什么 为什么他会让我不要接触你了 我淡淡的瞥了他一眼 我什么都没说 一切都是他自愿的 他面容更加难看 咬牙切齿地道 你难道真的想当个小三吗 难道喜欢一个人 就因为他喜欢别人 就没有争取的权利了吗 我抬头盯着他的眼睛 夏新 你太贪心了 所以你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你不要太得意了 贺尘是喜欢我的 他不甘心地大叫道 我冷下了一声 如果你真的那么自信 现在也不会在我面前了 他面容僵硬 但上说不出话来 我抬手将一枚黑子 夏新拒绝贺尘的第一次表白时 我就已经赢了 如果不是为了打破贺尘的滤镜 我不会花费时间 在一个看不清形式的花瓶身上 24 夏新在第二年的学生会竞选中 打败了我成为了新的学生会主席 但是却在第三天被人揭穿 是通过买票才中选的 这不仅是夏新的丑事 更是青藤的丑事 青藤以夏新品行不端开除了他的学籍 听说他最后还哭着喊着要见贺尘一面 贺尘没去 我很满意 奖励了他一个吻 他倒羞红了一张俊脸 而在我的生日宴会上 贺尘瞒着我隆重准备了一场求婚 他单膝跪在我面前 左手捧着玫瑰 右手举着钻戒 声音颤抖 紧紧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感动的热泪盈眶 欣然接受了钻戒 我们相拥在一起 珍惜着美好的时刻 我看到贺家父母和我养母 一脸欣慰地看着我们 眼眸中闪着泪花 满场最不开心的只有我的养父 等到回家的路上 他支开了养母 独自走到我的身旁 严肃又联系地说道 紧紧 到此为止吧 你可以获得幸福 我轻轻勾起嘴角 笑着笑着 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叔叔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早在我第一次见到贺家人的时候 我就没有退路了 我的幸福 如果建立在父母亡死的基础上 我良心一辈子都会不安 所以我要把他们都送下去 25 大学刚毕业 我便和贺尘举办了婚礼 婚礼的隆重程度 哪怕经过了20年都无人能及 那日 贺先生 孟女士 你们是否愿意将各自的众生 交付在另一人的身上 不论生老病死 都不离不弃 我和贺尘相识一笑 我愿意 26 嫁入贺家后 贺家夫妇见贺尘实在无心商界 最新围棋 而且围棋天才的名号 也的确实打实地 给贺实在文娱界提升了知名度 而我作为贺尘的妻子 又具备完美的经商天赋 贺富便将我提拔我成了财务总经理 时常带着我出入各种酒席 学习认识经商的手段 而我的努力也不负众望 征服了手下的员工 成为了财务部的一把手 贺富对我也愉加放心 也主动将贺氏集团那些灰色地带 交给我处理 我一边处理 却也在一边收集 在嫁入贺家的第五年 我将所有证据匿名交给了国家 第二天 国家便派人调查 打了贺富一个措手不及 很快证据确凿 被抓捕进了监狱 国家的办事速度 果然从不让人失望 27 在第一次见到贺家夫妇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见过他们 在爸爸的办公室 我躲在桌子底下 看着两人高高在上的讥讽爸爸 不该和他们争 贺富人温柔的声音 尖力刻薄 比刀还要锋利 而他们走后不久 爸爸妈妈相拥在一起 低声哭泣 父母爱子 则是为之即深远 在巨额的债务下 两人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决心 却依旧在最后时刻 安排好我的去留 我哭着和他们抱在一起 哭着喊着不愿和他们分开 却因为年纪太小 再次醒来时 一切都变了 我变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 28 我去监狱见过贺家夫妇一次 看着一身监狱服装 形色狼狈的夫妇二人 我控制不住地露出了笑容 甚至笑出了眼泪 贺富震惊之后 迅速反应了过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我擦掉眼角的泪花 坦然点头 是啊 是我 贺夫人睁大了眼睛 不顾形象地嘶吼起来 我们贺家对你如同亲女 甚至将集团都交于你打理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我们倒了 你又能有什么好处 我只是为了父母报仇而已 我笑道 二十年前 我父亲夏季不过 和贺氏争夺一块地皮 贺氏便伪造我父亲偷税漏税的证据 诬陷我父亲行贿 逼死了我父母 这笔账我总要讨回来 更何况 我父母是被你诬陷 而你们是真的犯罪 贺家夫妇一愣 贺夫人一脸惊恐地指着我 你 你是下家的女儿 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两人 最在意的东西 我自然要以牙还牙 说吧 我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贺夫人撕心裂肺的嘶吼 诚儿 你要把我的诚儿怎么样 梦瑾 梦瑾 你放过我的儿子 二十九 贺家夫妇逼死了我的父母 我便送他们去见我爸妈 至于贺臣 一个对一切毫不知情的人 我决定将一切告诉他 父母的恩怨 以及我的算计 他脸色巨变 沉默地看着我许久 仿佛在消化着巨大的信息量 在我想转身离开的时候 他却抓住了我的手 将头贴近我的小腹 声音沙哑 紧 梦瑾 这些年的感情 只有算计吗 我抬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声音却冷得出奇 我从来都不爱你 贺臣 我怎么会爱上仇人的儿子 他猛地推开了我的手 目目远征 你骗了我 你一直都在骗我 我冷冷地看着他 是的 他将戒指拔了下来 扔在了我的脸上 一言不发地冲了出去 外面一片漆黑 大雨滂沱 接着便听到了一声 巨大的撞击声 咚 我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慌乱地冲到了门口 却只看到了 躺在血泊中的贺臣 我浑身血液 仿佛被冰冻了一般 一步也迈不出去 他的脸对着我的方向 全是血 嘴巴奋力得张张合合 我爱你 紧紧 三十 贺臣死了 一个最久的司机 里里歪歪的审问下 都是完全的一场意外 在最大限度上 罪汉只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短短一个月 我瘦了二十五斤 衣服穿在身上 空荡荡的打晃 贺家贪污受贿 过去的朋友们 早就避之不及了 所以贺臣的葬礼上 十分冷清 我呆呆地看着 贺臣的黑白照片 他的俊脸上露出 不羁的笑容 眉宇乖张 就像初见时的他 我想起了一句话 人生只若如初见 那该多美好 失去挚爱的痛不欲生 终是让我捂住脸 哭得四心裂肺 养父养母怜惜地抱紧了我 也是泣不成声 三十一 在贺臣死去后 我经营起了自己的公司 也干得有声有色 也有人给我介绍相亲 却被我一一拒绝 大家都认为 我对贺臣一往情深 和我谈生意 总是更放心血 时隔七年 我重新站在贺臣的墓碑前 抬手轻抚墓碑上的照片 贺臣 我真的不爱你 但是我要谢谢你 我在孟家的每一天 父母的死都缠绕着我 我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 养父让我放下 可是我的父母何其无辜 可想要扳倒贺家 为父母报仇 又何其困难 我只能从贺臣入手 好在 贺臣被贺家养得天真又心软 他爱上了我 带我进入了贺家内部 也给了我机会摧毁贺家 这时 一个黑衣人来到我的身后 轻声道 老板 人来了 我转头看去 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 正仓皇紧张地看着我 男人的脸 赫然和当年的罪汉一模一样 我微微勾起嘴角 我说过 要拿走贺家夫妇最真爱的东西 就绝不会食言